十二點正 斥冊903 新聞報道 各位 現在由先帶你報道新聞 警方區補名試緣藏讀的休班警務人員 昨晚十點多 讀品調查科人員在荃灣石維國村截查兩名男子 在其中一名三十九歲休班警員身上 檢獲約1.8克 陸安彤 並在另一名三十五歲男子身上檢獲約8,000元現金 警方懷疑兩人準備進行毒品交易 分別涉嫌藏讀和販毒被捕 兩人獲准保釋下月底向警方報道 警方說非常重視人員的操守 任何人員干犯違法行為警隊絕不容忍及姑息 並必嚴正處理進行刑事調查和紀律覆檢 南韓總統朴槿惠被指容許物有吹信實乾淨的風波 愈演愈烈 在首都首爾 民間團體傍晚發起大規模燭光集會和遊行 要求朴槿惠下台 來自在野共同民主黨的成南市長李在明 批評朴槿惠已經喪失總統威信 不再有資格管治國家 主辦單位表示有30人出席 警方表示有9,000人 其間部分示威者企圖遊行往總統府青瓦台 被防暴警察阻止 韓聯社報導檢察機關擴大調查事件 早早突擊搜查朴槿惠總統秘書和助理的住所和辦公室 沒收了部分電腦、文件和流動設備 並要求青瓦台交出相關文件調查 青瓦台表示會和檢察當局合作 並倒舉行國會選舉 從全國6個選區中選出63名國會議員 由獨立黨和進步黨組成的中間偏右執政聯盟選情並不樂觀 外間關注選前佔有國會3個議席的在野海盜黨 議席會否大增甚至上台執政 海盜黨4年前有一批黑客支持網絡自由分子和自由主義者組成 但有反對聲音質疑海盜黨欠缺管治經驗 擔心一旦上台會令投資者對冰島卻步危害徹復甦的經濟 今年4月傳媒披露的巴拿馬文件 揭發屬於進步黨的原總理京勒伊格松 和妻子設立離岸公司避稅 他被迫辭職 接任總理的進步黨副主席約翰松決定 將原定明年的大選提前半年舉行 冰島有超過24萬名合資格選民 預料星期日有選舉結果 這節新聞報道一